你好 欢迎收看10月3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位在成功镇的崇安一号桥 是崇安部落重要的连外道路 过去遇到大雨 就会导致部落族人出入困难 为此县政府和政公所积极向中央争取 历经28次流标 终于在10月3号上午举行的 崇安一号桥改善工程的动土仪式 施工顺利 施工顺利 礼成 3号上午 成功镇崇光部落族人 期盼已久的崇光一号桥 终于迎来了改善工程的动土仪式 位在成功镇的崇安一号桥 每当遇到大雨来袭 就会导致溪水暴涨无法通行 不仅造成居民交通受阻 若发生灾害 还会严重影响救援工作 因此 塔东县政府与成功镇公所 在廖国栋 郑天才等多位立委的协助下 极力向中央提报改善计划 过程中还历经了28次的流标 终于在3号上午开工动突 从安的5年 流标的次数比 长冰的长光还多 28次 那这个已经破纪录了 然后非常的感谢 成功镇公所的坚持 一直努力 特别感谢中央 两位今天亲自到场的 廖委员和郑天才委员 因为县政府在这里不可能 再加码也真的是必须要中央 所以这几年来 县政府还有成功镇公所 都一直翻两位立委 那圆明会这边也非常支持我们 让从安桥能够从 1,900多万 一直到4,000万 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也非常感谢 今天大家的一起到来 希望10个月以后 很快完成 让我们大家 因为从安 这条桥的完成 从安1号桥的完成 让大家能够有个新的 不一样的从安 而成功镇长黄柏昌 亲自主持动土典礼 并感谢中央及县府的协助 让工程能够在今天顺利进行 未来透过基础建设的完善 将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回到家乡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也感谢我们刘县长 还有我们区域的我们的立委 我们郑天台的立委 雕国东雕立委 还有我们刘兆刘立委 我们区域的立委 还有我们陈寅立委 这样的一个协助 然后一直跟我们 言明会这边来做过程 一个成功的地方所长 不仅仅基础的建设要做好 民众的需求要满足 最难能可贵的 最要努力的 就是你要如何去营造 更好的平台 更好的一个誘因 让我们在外的青年 他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来就业 来做生意 这个是我们一直一直一直在努力的 从安一号桥的改善工程计划 因为工地偏远 是做困难 以及原物料上涨 历经了5年来28字的流标 最后在多位立委的争取下 获得中央同意 将原有的1900多万元经费 提高到了4000万 终于顺利发报出去 10个月的工期结束后 将改善当地的交通 让乡亲们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记转起轮 成功证报道